松水油风暴持续延烧 马总统今天首度亲上火线 除了要求中央跟地方都要彻底检讨 这也包括了GMP的认证 先院长将一话也进一步指出 未来将要改变GMP的认证制度 如果GMP认证改变之后 还是无法取得民众信任 将会彻底思考GMP制度要不要继续存在 在十二号立法院开议前一天 国民党举办立法行政部门议事运作研讨会 面对近来的搜水油风暴 申见国民党主席马总统表示 这次事件显示国内食品安全的源头管理 的确有问题 他要求中央看地方都要痛定思痛彻底检讨 这次的教训 卫福部 那么然后还有经济部的GMP 这些问题恐怕一次要把它解决 不能够再拖 不能说法令也改了 政策也更完整了 可是问题还是发生 这个是没有办法跟人民交代的 但是我觉得对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痛定思痛 马总理要求经济部检讨GMP认证 行政长张一华口径一致说出重话 如果未来GMP再出问题 将检讨这项认证 是否有继续存在必要 如果说我们的GMP即使经过这样的一种改变 都没有办法让民众觉得信任的话 那么我也交代相关的部会 要彻底的思考到底GMP制度还要不继续存在 这样一话也进一步指出强华公司生产线 75项产品中只有12项产品有GMP标章 不过出示的香猪油并不是这12项产品之一 强华公司云木混珠 让消费者误解香猪油也得到GMP认证 因此行政院将改变认证GMP的方式 未来厂商所有生产线都通过GMP认证才能适用 GMP要继续存在 一定要拿出比现在更严格的制度 不能只有每年定期的机场 还要有突击性的检查 才能保护民众的食品安全 记者张文雄 陈柏玉 谢其文 台北报道